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鸡爪剪掉指甲之后剁开备用 由于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冰冻鸡爪 同学们最好挑选无明显黑斑淤血的鸡爪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将鸡爪浸泡60分钟备用 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中间的血水 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适量的野生椒切碎备用 不能吃辣的同学可以不用切太碎 准备适量的小米辣切碎备用 准备适量的紫浆切成姜片备用 准备几颗大蒜切成蒜片备用 准备几根芹菜切成小段备用 然后将切好的辅料放入坛中 再加入适量的凉开水 然后加入适量的盐和白糖调味 同学们白糖可以略微压过食用盐 加入几颗青花椒增香 不喜欢花椒味的同学可以不加 再加入香菜和香葱各一根 下一步开始处理鸡爪 首先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将处理好的鸡爪下锅 加入几根大葱结 加入一小块排散的生姜 加入少许的桂皮和八角增香 最后加入适量的黄酒 将鸡爪焯水10分钟 同学们注意是水开之后开始计算时间 中途再撇去浮沫 牙口不好的同学可以多煮一会儿 10分钟之后捞出放入凉开水中凉透即可 最后将鸡爪放入坛中浸泡4小时之后即可食用 一道非常美味的泡椒凤爪就制作完成 下集完 下集完 下集完